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iBala Talk 跟大家分享2023年第52個星期 股市的概況 還有一個星期左右 就到了一年的終結 到時再跟大家分享 世界各地不同的股市 表現如何 今年回顧的時候 BiliBala的portfolio 又有什麼成績表出來 最突出的是什麼 最沉重的教訓 又是什麼什麼呢 S&P500繼續上升 哪怕上升輕微 但自從11月 每個星期陰陰陰 其實都很和味 上升0.8% 去到4755點 距離歷史新高 還有六十多點 很快 究竟去到年尾 下個星期會不會超上去呢 可能未必 相對來說 可能交頭淡靜 但誰知道 NASDAQ NASDAQ1.2%上升 14993點 不知看看什麼時候 NASDAQ超過恆指 說起恆指 跌2.7% 到16340點 本來在星期五的時候 升得好地地 但突然之間 宣佈 遊戲業 整改 令到 騰訊跌12% 網易 跌20% 變態 整改最主要 不單止 以前打擊 那些小子 小子 小個16歲 小個18歲 不讓他 去玩那麼盡 限制時間 現在 不單止 第一次 去刷卡 又或者 去交換道具 和 當你的遊戲商 去做 Promotion 或者 你設計的遊戲 當然是希望 人玩多些 但是 在偉大的 祖國 政府 懷抱下 就覺得 這些是 換物喪智 是沉迷 不應該的 所以 當你 令到 遊戲 比較 addictiveness 高的時候 這樣就不行 或者 你繼續課金的話 就有很多的 上限 各方面 這個當然 是令到 整個遊戲版塊 本身 過去歷史上 最成功的 他全部 幫他 剁掉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就真的 沒有運行 我自己 如果你看到 我上個星期 股市分享的時候 也有說過 我就 丟了大部分 那個 騰訊 去 賣場和 長和 升了5% 現在 這個 騰訊 跌了十幾% 都叫做 執餐彩 變相 在聖誕 或者新年期間 就不會突然間 有個 Hard Attack 當然 我事前來說 就不像 蕭生 那樣 就是 習大大 我事前 真的不知道 純粹 覺得 以騰訊 可能 因為中國經濟 各方面 沒有什麼運行 變相 可能會躺平一段時間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 長和的跑力 會強些 哪怕他應該都可能 會躺平一段時間 都好 純粹是出於這樣的 原因 來換馬 如果不換 那就相差 現在都 挺開心 跌到 下跌到 270多元 我都應該不會兜貨 但是 你說會不會再跌呢 暫時都 不是 完全 清楚 畢竟遊戲 佔整個騰訊 那個 比重 都是非常之高 當你是出 那麼多 discourage 人們玩 或者玩的時候 增值的措施 都是一個重創 有些人可能覺得 玩一下就不玩 所以 在祖國 都很可憐 當你要努力向上發奮的時候 你找一些教培行業 來補習 增值 各方面的時候 Sorry 他已經被人剷了 當你在家裡 躺平 上來到去 真是 真是 沉迷在一個虛擬的世界 因為現實太殘酷的時候 Sorry 現在都是不行的 真是 悲哀 這樣搞下去的時候 會不會搞到 人們造反 懂得其反 變相 心無異態 不知道 到時他又捉你 說要更多的維穩 國安的手段 各方面 總之 在國內 可能要有宣洩的渠道 這樣 就未必能夠 那麼容易找到 門檻 相對來說 高 Anyway 這個 多人多 TSX市數 升1.7% 20881點 這個 輪均富士100指數都不上 上升1.6% 7698點 那麼 日經平均指數 都是升1.7% 那麼 33169點 那麼 三個指數 都是 相對於美國來說 是強一點的 但是呢 不要忘記 那麼之前呢 相對來說 這三個指數都是躺平一點 就不是每個禮拜都 陰陰陰陰的 升 那麼現在呢 有少少追落後的情況 而已 那麼 那麼 債息方面 那麼相對於之前 風風雨雨 那麼不斷在跌呢 那麼現在呢 似乎呢 就 只跌了 那麼這個三個月呢 只跌了1個Basis Point 而已 10年 那麼跌3個Basis Point 30年 翻翻4個Basis Point 那麼 那麼兩年 那麼就仍然呢 因為估計的息口 會減 有部分人說 估計的息口 4個 4個 4次 那麼 就是1來 那麼就不像 這個主角說 這麼說 減3次75個Basis Point 那麼所以呢 兩年那個的利率呢 就跌12個Basis Point 那麼 跌多一點點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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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價方面 那麼就開始有些反彈了 這個可能呢 跟這個中東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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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隻船被人摔倒 這樣的情況有關 那麼 雖然沒有進一步的 升級事件出現 那麼 但是呢 都製造了一定程度的恐慌 那麼 2.5%上升 都仍然是73.6美元一桶 那麼 那麼 都還是偏低的 天氣價格也都因為這樣的緣故上升7.7% 那麼 那麼 都蚊米 那麼 那麼 就下跌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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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2.1% 至於大豆跌1.3% 不算太大的差別 隨著大家都猜 這個美元是躺平 因為那個加息 應該就已經見頂了 什麼時候減是另一回事 所以令到這個加幣 都上升0.9% 全部都對美元 歐羅1.1% 反而日幣就輕微地下跌0.3% 不過上個星期就升得多些 所以這個只是少少回套 英鎊升勢相對來說弱些 輕微地上升0.3% 加拿大人 聖誕假期通常都留在家裡玩的 問過幾個同事和朋友 有些可能會北上 希望北上就可以 能夠多些雪 但據聞Montraux也沒什麼雪 這次不算是一個白色聖誕 否則就可以滑雪 我試過有一個朋友 訂了酒店去Tranbon 中文叫翠湖山莊 但幾天都沒有雪 到臨酒的時候才下雪 頂你 無論如何 今個星期有幾個挺開心的 第一 這個Kelox 上到13.2% 另外 Avisia 也上回28.2% 之前 用Canada Goose 跌到14.0% 的時候 換馬買 Avisia 20頭 水位 現在事實證明 兩隻都會上升 但相對來說 Avisia 比較好 也算是OK 但我估計Avisia 應該還會上 Finger Close Let's see 另外 Emax 也上到185元 已經去到目標價了 但因為近乎年尾 我又不覺得會急跌 所以我去到1月的時候才會考慮去沽貨 不然年尾的時候賣東西 我會發現 Gain 就是在4月之前報稅 就要結束 如果年初買東西 就在2025才結束 開心一點 到時再觀察一下 看看是怎樣 除此之外 又是 又是 買多了少少的Cinepad 8.2% Finger Close 希望它 到明年的時候 可以繼續 今年可以 今年是其他股票賺 下年的時候 有多Cinepad 可以去賺多一點 如果市場 認識它的票房 回來的動力的時候 它仍然沉濟 主要原因是因為 最近都不是太多大片上場 以至於對比起 疫情之前 Pre-Covid的票房 它是比較弱雞 純粹是七成左右 這個原因 令到它 達到 多一點 另外 這個 Sunco Energy 都是在 大約$41 水位 都來到去 多了少少 騰訊 剛才之前說過 沽了大部分 之前 剩下少少 預托那邊 是升到上去 284 左右 所以可能 我們下個禮拜 當它重新開試的時候 現在還在考慮 會不會 丟掉那些 丟掉下去 呢 這個長和 還在想 怎麼算都好 都開心 因為 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之前 把大部分 騰訊 丟掉了 所以 都OK UniNiva 都多了少少 因為 這麼多隻都升的時候 它就 滯了 當然它有自己的原因 有機會再分享多些 但我都覺得 股價是非常吸引的 所以都多了少少 未來可能 雖然 這個Ambuds 都已經升了 不少了 在47 48 這些水位 會不會再多少少 都現在還在 斟著考慮 畢竟 當我 假如 真的 丟掉一些 的Amax 的時候 或者 可能 Kalox 丟掉少少 有些多餘錢 我不喜歡拿Cash 這樣 就拿多少少 這些所謂的 收租股 收下股息 會開心些 Given the fact 如果它有大量的時候 那時候又再進多些 如果升的時候 這個 當是short term 就丟掉一些 這樣 這個是我這個禮拜的操作 Hopefully 給大家一個 的參考價值 祝大家 有愉快的 這個假期 Merry Christmas 和 Happy New Year 股票自己投資 自己買自己負責 非常重要 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功課 Hopefully 但是 無論如何都好 雖然是 我自己的一些 意見 心得 但是 仍然都希望 給大家一個 的參考價值 歡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share 比里巴拉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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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